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有一節趣聞要跟大家分享 故事的主人翁叫鄭若驊 就是我們的律政司大師長 他今天接受了多家報紙的訪問 原來是要為自己的傳言解話 兼且自揭他在北京逗留的情節 但網民看完後發現相當好笑 因為很多情節都是犯駁的 好像被人感覺到 你走出來解釋完一大輪都好像玉蓋尼章 你實情都已經說了自己是沒有意圖辭職 哎呀我們都相信的 你一定不是被人夾回來的 是不是? 一定相信你 你不用特意弄了幾個訪問出來 弄得好像很流似的 哈哈哈哈 那到底他怎麼說呢? 首先他就說到了 他摸完街後當然要看醫生了 在英國留醫期間 中國駐英大使館的人 就注意到他的飲食 擔心他天天吃麵包 所以大使館的同事 就把小米捉過來給他吃 當作早餐 這件事也是很搞事 首先你是甩膠而已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甩膠可能也要戒口 但可能是華人地區的醫生才會 英國的醫生也會叫你戒口 哈哈哈哈哈哈 還要戒得這麼清淨 大哥 吃麵包 不是吧 以你鄭大師長的身價 這麼矜貴 飯不著吃麵包 是不是啊 即是飯也沒一口好吃 那些大使館的職員還要送粥給你 老實說 我們只是看報道 聽你這樣說 都覺得那幾天很寡 是吧 口淡淡的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原來是這樣的 如果有些英國的 有試過在英國那裡 甩膠看醫生 麻煩告訴我們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要戒口 教得這麼乾淨 接著 他接受了幾家的媒體報道 我們選一些出來說 《星多日報》那篇的訪問 他就說到 自己的左手是未曾康復的 那怎麼辦呢 連拿的文件 都是沒力的 這些網民當然是質疑 你每次出來的時候 都穿不同的瓶領的衣服 如果你那隻左手 你不能用力 拿文件也不行 那你怎麼換衣服呢 左手就經常僵持著 包紮著 當然可能這個是 有人幫他換 這是我們考核理的推測 但是在英國那裡 誰幫他換 哈哈哈哈 那這個是不是很可疑 因為你在英國那裡 摸襯的 但是在英國也是花枝招展的 是那天回機場的時候 又穿到九唔搭八 紅帶就配藍色的外套 你這個真的很令人質疑 到底你怎麼換呢 那件瓶領衣服 你的左手傷這麼嚴重 是不是 第二件事他就說到什麼呢 他就說中央的領導 通過不同的渠道 轉達對他的問候 以及關心 哇 真是 我們這些市民一聽到 真是嚴善不已 中央領導人親自去查探他的下落 查探他的情況 是不是 看看你還在不在 看看你死得了沒有 問你 關心和問候 很少有的 通常什麼時候有呢 就是毛澤東 問候劉少奇 或者問候林彪的時候 就會做到這些事 哈哈哈哈 這些事我們普通的市民 一般都是 只能夠得到一個恨字 真是 哇真是 中央領導人都這麼關心你 而且他還說到自己出事之後 大使館的人員立刻安排他入院 送他回去北京 我們國家的首都 即是他說這句話 反映得他有一點異無倫遲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一定知道你是受寵若驚的 哈哈哈哈 絕對不是被送中 不是被壓送回去的 他說 很清楚知道 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盾的重要性 令我可以安心 有信心 在醫院主要是休息 姑娘照顧我 哎呀 都算很好啊 姑娘很細心啊 哇 真是厲害了 是不是 可以回到我們國家的首都 北京 進行治療 一般的市民 哪有這個福分啊 可以不用留在英國 這些洋鬼子的地方 哇 回去真是 一個中國人一定是感到 非常之感動 鄭大師長 到底他是不是想暗示什麼呢 或者發出什麼信號呢 那我們就看不到了 跟你connect不到 哈哈哈哈 或者他第二次可以說得白一點 因為這些 你看見你不斷拆鞋 不斷吹捧北京 我真的感到你非常之放心 沒事啊沒事啊 鄭大師長 好了 再看另一篇的報道 就是經濟日報的報道 他在哪個報道那裡怎麼說呢 他就說 就是一件事 中方人員就怕我自己一個人 不知道怎麼辦 於是就派人跟他做檢查 又派人陪伴他聊天 哇 直接派個專員跟你聊天 哈哈哈哈 幫你解悶嗎 哎呀 那就是糟了 你還有沒有私人空間呢 到底那個人是陪你解悶啊 還是盯緊你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怕著你做 不知道什麼傻事 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我猜不會的 一定是真心陪你解悶的 知道你悶啊 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在醫院當中 找人陪你解悶 讓你就不要胡思亂想 做了不知道什麼行為 又回不了香港 哈哈哈哈 現在就要繼續你行職務了 鄭大師長 好了 接著他還說到第二件事 他就說了 哎呀 又拿水果去醫院 又包了餃子 去到醫院跟他分享 哎呀 真是 哎呀 很回味啊 是不是啊 鄭大師長 又有水果吃 又有餃子吃 到底這個餃子 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肉餡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不認識 我真的不認識 大家想想 反正他就說到 這個金融時報 早前引述的消息 就說他想辭職 留在倫敦 但是就遭到北京拒絕 鄭若驊大師長就說到明 這些寫文章的作者 作故事的能力真的很厲害 他就強調不會在這個局勢辭職 他就說 我不會這麼不負責任的 這個局勢這麼艱難 我走了去 我辭職 這個是我會覺得 不負責任的做法 哎呀 真是 非常有擔當啊 鄭大師長 竟然不跳船 然後回來香港 繼續擔任這個律政司司長 誰知道又繼續被人抽證 他就說沒有意圖辭職 哈哈哈 公民黨的楊岳橋就說 鄭大師長至今都不願意下台 可見他就暖棧權位 不知進退 哈哈哈 哈哈哈 又繼續被人做沙包的質 當然啦 就不止是泛民隔離 建制派也不託你 我都說過了 你現在唯有回來 剩餘的價值就是拿來被人租質 就是拿來被人去批評 然後借此跟你保持距離 側低你的民望 就鞏固自己的支持度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人物 這個訪問就說到這裡 鄭大師長 老實說你真是很好笑 不過我相信你的 我絕對相信你所說的 百分之一千是正確無誤的 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說說第二件事 這個就是葉劉 這一宗都是脆民 佳因葉劉其實也挺悲壯的 他一直想更上一層樓 殊不知去到現在六十多歲的高齡 竟然間遭遇到滑鐵爐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滅黨 而且不只是滅新民黨 當時在幾年前 他曾經跟一個公民力量的地區政黨合併 結果七步行包散 這次就真是一直都沒得正 所以非常悲壯 對於他來說 其實可以變相宣布政治生涯可以高中 最多就被他苟然殘喘多一屆 擔任多一次立法會議員 沒有了 想著再上一層樓 此路不通 下一世了可以 而且以滅黨作為政治生涯的閉幕式 都可以說 真的 我不懂得說 大家想想 用什麼形容詞 他昨天見完行政長官林鄭 和其他官員 晚上發表一個稿件 就說 林鄭在會面上表示協議 但是新民黨不會接受 期望行政長官不要只說不做 而是要以實際的行動改善施政 真正造福香港 接著他就在這裡拿回紮沙 就說新民黨的總得票率有三成九 和建制派得票率相近 他還說 新民黨面對的壓力比其他政黨大 雖然最終未能取得議席 但是就對大家的努力 志意敬意地說 跌落地就拿回紮沙 雖然就滅了黨 但是也感謝大家 打完搶 說不好聽 還有什麼好說 黨也被人滅了 但是 至於他說他的黨 比其他建制派的政黨 面對的壓力更加強大 到底是什麼壓力呢 是不是你葉劉本人不受歡迎呢 因為你曾經撐警 曾經做過保安局局長 這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他對於林鄭 其實是極度埋怨的了 老實說 是不是 本來他的黨有這麼多區議員 現在是一拋清袋 一個不正 四年之後 葉劉七字頭 他還有沒有這樣的政治魄力 再去爭取那麼多 起碼來說 再四年之後 已經是多少年了 已經是2023年了 2022年 這個行政長官的選舉 可以說是葉太最後一擊 是不是 你最後一擊 誰知道你的黨也沒有了 什麼政治能量都沒有了 其實只剩下容海恩和他 田義少也離開了 跟他罵了 是不是 剩下兩個立法會議員 那有什麼作為呢 這些叫做散人 散兵游泳 憑藉著兩個立法會議員 可以問頂大位 基本上就沒可能了 死一條心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